第六個月 全都在新筆 第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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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筆 第七個月 新筆 第六個月 新筆 第六個月 新筆 今天我教大家這一年以來 非常之多人問後面 道三角立體的髮型 而且我叫她做 一個 飛飛的髮型 過去這一兩年 香港很多的男藩藝術 大家都會看到 做這一類後面立體的髮型 我會分為上下兩集去教大家 上集我會教大家一個簡單得來 出街三八熟度都好看的 倒三角髮型 下集我就會教難度比較高 還有需要多些工具 我會叫它 因為它所有頭髮 都是漸層地飛出去的 如果大家是很有興趣 知道飛飛髮型的 不要馬上飛去下集 因為上集所講求的 概念和用度的技巧 都會在下集都有用 不過我不會在下集再講多次 所以就看上集先看下集 倒三角的髮型 它圓滿了我們亞洲人頭骨 比較扁平的缺點 就是倒三角剪對的髮型 還有用剛剛吹頭手髮 後面頭髮比較立體 你也在旁邊看的話 你要看到一個斜度連著頸 令到我們整個頸去到頭的線條 都非常突出 要做到後面髮型這麼立體 除了用膠頭下來吹頭的技巧之外 第一重點叫做剪髮道 平時我們教前面那些髮型 吹頭會比剪髮重要 但是關於後面的髮型 是剪髮重要很多的 用一些很基本的手法 就已經弄到頭的V很立體 所以和髮型師怎樣溝通 就是要一個V字 在側面看下是有斜度的髮型 我平時找到我的髮型師阿詹 我就會跟他說 我想剪後面V字 和看起來立體 阿詹就會用不同的手法 首先剪青尾 剪到比較貼服一點 然後上面根據我的髮型 去設計一個適合我的Layer 老實說 未必每一個髮型師 剪到這麼立體的技術 那真的很根據我的技術 沒有任何offense的意思 但是事實真的 最好是給照片看 但是也很講求一個技術 所以找適合的髮型師是很重要的 好 今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GEL頭 首先用CENTRAL打底 CENTRAL的好處是吹頭時 可以加強了我們頭髮的定力 車位按得扁一點 我們弄飛飛 弄三角形 定型力就好一點 給我的頭髮一個支撐的Folio 所以CENTRAL打底是一定要加 剛剛漂完頭 有頭偏乾 今次我會加多一點 Fiori的Smooth Milk 一支Cream 或者Milk 我只會加在前面的頭髮 可以令我的頭髮 容易脆一點 順滑一點 好似平時 噴前面的頭髮 今天就是集中教學 前面的技巧跟我以前教的教學 都有出現過 後面的頭髮 就用NBA梳 這樣繞在後面 噴 後面青尾噴到白梳 梳一點打底 這些位置 一定要扁就要梳 後面的頭髮 我們分上下兩部分 下面的部分分左右 青尾 就用NBA梳 V字去吹 為什麼要用到這把梳去吹 不是用手去吹 因為這把梳 它是S字形 根據我們的頭型 凹筆位去設計頭髮 會更加貼 吹這一邊 我就用右手拿風筒 吹左手邊 就用左手吹風筒 效果會更好 上面頭髮長一點 V字的部分 記住就是打橫地吹 不是打斜V字的吹 如果我們打橫地梳 髮根就會向着 中間的方向伸展 然後髮尾就會 微微地飛出去 向斜梳 反而頭型會變了 記住下面 青尾 打斜V字的梳 上面長頭髮那些 就是打橫地吹 未下來之前 這樣吹法已經很出現 所以其實是剪頭髮 還有用把梳 這樣吹就可以V了 我們經常看後面 飛起了 或者V字好像很漂亮 如果細心點去思考 我們看整個髮型 除了後面的頭髮 旁邊的頭髮 連接到後面的頭髮 都是大Wave 觀光 差很遠 所以我現在 旁邊的頭髮 我都夾一些Wave 方向都是這樣慢慢撩出去的 我們拿表面那層 軸汁 向來 這樣 就像這樣 這樣 其實一粗粗一條一條 這樣掃就已經在Wave 這樣掃就已經在Wave 出去了 這一面也是 平時做的 隨意拿起外面的汁 向內 哪些照片要Wave 就這樣夾 這樣夾 這個Wave 就會可以連動出去了 做一個連結 去後面的V字 怎樣令到它飛 我們就留回飛的雜角 之後就倒下髮泥或髮辣 塗髮泥 這個部分是 非常之關鍵 你一定要確保後面 和旁邊的青尾 是充滿了髮辣髮泥 才可以確保後面的青尾 按得扁 後面長的頭髮 飛得起 托得緊 用多東西下蛋也很重要 平時 我會喜歡用 Prestige Pomey 去做後面的頭髮 因為後面的頭髮 都是比較硬 比較淡 Prestige Pomey 我覺得就比綠獅子 夠力之餘 都會有一個 厚實的 texture 牠有一定的光澤 我們都是 少量多次 每次就落這麼多 這位置是用 敏的方式 青尾 這樣 向上向後敏 Prestige Pomey 是全天然 所以 都不是很害怕 找到頭皮 現在已經有補多轉了 後面 就是這樣 青尾 向上 最重要是確保 頭髮 是有的 長的 我就會用渣的方式 青尾 我就向上推 之後前面 今天我就會 將這個Count of 都是MC髮型 再加一點自己的 喜好元素 我每一次都是落很少的 我就不會掉大塊 髮蠟 下去的 落完髮蠟 之後用紋尾梭 首先我們就用 蜜齒 側面的頭髮 向下梳 或者打斜 總之你記住 這件事就是 由側面延伸到後面 你記住這個概念 這裡就用 蜜齒的臉 向後梳 後面的頭髮 梳的方法 跟吹頭一樣 我們就用 三角齒 這邊 青尾 打斜梳 上面頭髮的位 輕力 向 橫梳 既然我們中間的位置 用NBA梳向上鬥 這次中間的位置就用 這三角齒 跳 之後我們用一個V字的手勢 V到 總之你的食指 碰回自己的食指 這樣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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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確定這樣平 這樣 這就是我完成了的髮型 其實前面的位置 基本上用的技巧 就是 MC 髮型教學 還有Tyson 髮型教學 混合在一起 吹頭技巧 遊戲最可以看 如果你做這個簡單V字 所需要的技巧 其實不是複雜的 只要你剪適合那個V字 以及你知道的概念 如何做 V字一點也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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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的到三個立體髮型 就已經教完了 如果你想知道 這個FayFay的髮型是怎樣做的 記得留意下集片 去教大家怎樣做 FayFay很多藝術人 做的髮型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鈴鈴 下集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如果你有什麼髮型教學 或者關於我生活的影片 我拍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也會看 最後就是如果大家想 support我們的頻道和製作 可以給我們 Superfans 或者賣我們的產品 都可以的 記得留意下集 下次見 Bye